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景田耀文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 点赞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月 任命李强为中国新的二号人物 李强在国内以轻伤的实用主义者著称 不害怕突破政策的界限 但是党内人士说他也是一个忠诚的人 在必要的时候将有效积极地执行政府的政策 究竟上任之后 李强会选择轻商务实 还是对党忠诚呢 彭博社8号发表了一篇题为 习近平的新二号面临挑战 使中国经济再次繁荣的文章 内容写道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最高领导人 李强帮助了马斯克为了开设 特斯拉的第一家海外工厂铺平的道路 他也是私营企业的倡导者 但是他同时也是上海封锁背后的推动力 现在他已经被推上党第二把手的位置 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对人口变化 跟美国技术封锁等一系列挑战之际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他会有什么样的解放 李强的升职让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接替李克强来担任总理 这是监督包括了中央银行在内的 所有政府部门的重要经济角色 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担任地方 跟省级政治家的三年职业生涯当中 李强确立了轻商的立场 旨在通过投资高科技产业来鼓励经济增长 平衡环境保护并且保持更严格的政策 来遏制房地产投机的行为 但是外界认为 李强之所以可以得到常委跟总理的任命 是因为他对习近平的忠诚 在习近平掌控一切政策的情况下 李强的轻商观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 来影响他在中央政府的决策 让外界相当的怀疑 举例来说上海刚爆发疫情时 李强最初采取比其他城市更宽松的方式来应对 通过快速追踪接触者来维持经济活动 但是最后仍然宣告失败 然后他转向了封锁 导致一些地区的食品跟药品短缺 并且引发了普遍的不满 但是李强仍然声称上海赢得了抗击冠状病毒的战斗 并且赞扬习近平的指导 在其成功当中发挥的作用 加强了他跟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关系 龙舟经训中国研究副主任贝多表示 很明显的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总理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虽然李强一直被视为轻商人物 但是尚不清楚他将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 而且李强作为总理的角色 将跟李克强在2013年的角色有根本的不同 李强在本质上将被视为习近平意志的执行人 2007年李强的政治上升加速 当时他开始在时任浙江省最高官员的习近平手下工作 担任类似于参谋长的角色 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全省二级官员 上任后不久他告诉财经杂志财新周刊 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最佳标准 是私营部门是否活跃 他补充说虽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 需要跟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来配对 但是近年来有时候会感觉到 看得见的手已经变成了过度活跃的手 来踩企业的手跟脚 而这是需要避免的 不过李强缺乏前任李克强的金融跟经济学培训 李克强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大学 并在中国顶尖经济学家之一的指导下 获得到博士的学位 而李强在开始政治生涯之前 在浙江学习的农业机械化 而且他主要是沿用跟执行其他政客开创的政策 而不是发展自己的经济理念 美国之音曾经引述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北京大学经济金融学者的话说 新一届政府团队看不到懂经济的人 而懂经济的就像是现任总理李克强已经没有细唱了 他说未来在经济政策的前景上 很可能比较混乱杂乱无章 而且中共官员赶在德国总理访华之前 做出一副改革开放的姿态 还开放上海深圳来举办马拉松 他认为过度的刻意 他形容李强的经济治理能力只有小学生的程度 现在习近平弄上好几个小学生来替代李克强这些大学毕业生 你也很难把责任归到他们身上 所以这是一个混沌不清的状况 虽然李强的学经历不如李克强 但是他在习近平手下在浙江工作期间 通过了在香港理工大学获得兼职MBA学位 来充实自己的履历 还参加了针对中国官员的培训课程 其中包括了由前商学教授刘佩靖 主持的关于香港市场经济的课程 而刘佩靖对李强的印象是思想开放 自从在温州任职以来 李强就一直主张要深化中国跟外国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跟投资联系 作为上海党委书记 他议会见了数十名外国高管 包括了贝莱德的拉里芬克 苹果的蒂姆库克 特斯拉的马斯克等等 彭博引述一位美国高管的话形容 李强是一个精力充沛 引人入胜 严肃认真的人 一场会议大约两个小时 由他主持 并且问了相当多的问题 而中国经济面临到的主要挑战之一 是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接替 李强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经验 十年前温州房地产泡沫因为金融投机热潮 而破灭的痛苦经历 让他对过热的风险有了清晰的认识 他告诉财新周刊 这场危机是由公司从事体经济转向房地产投机造成的 该省的反应是打击信贷流入房地产的数量 现在也是习近平领导下的全国优先事项 然而随着习近平将越来越多的权力 掌握在自己手中 下一任总理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还是一个问号 在过去十年里 习近平将经济决策权 交到由他领导的多个共产党委员会的手中 还有他值得信赖的助手刘鹤 已经从党的高层机构退收 中国国家计划机构负责人 长期跟习近平合作的何立峰 预计将会接替刘鹤的职位 而李强则将负责确保各部委 跟地方政府来执行习近平的计划 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当中 并面临到逆峰 执行力是相当的重要 根据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值 今年GDP年增长率可能会减弱到3.3%左右 远低于政府设定的5.5%左右的官方目标 也低于该国实现人均GDP所需的速度 到2035年达到中等巴达国家的人均水准 这是党趋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另一个长期目标 然而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 以及全球分界线的加强 实现这个目标对于李强跟其他 负责指导中国道路的党内干部来说 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新冠疫情在中国卷土重来 各地防疫乱象平生之际 红二代陶思亮近日来公开质疑当局的精准防疫政策 多名著名五毛也纷纷倒戈 有学者认为 中国精英阶层对于过度防疫措施的不满 已经有所共事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11月5号 知名红二代陶思亮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 批评北京当局过度防疫 魔幻的坦窗导致自己有家不能回 陶思亮在文中说 自己跟老伴前往湖州参加活动 天天做核三一点不敢怠慢 但是就在准备回京之前发现了坦窗 他表示周末两天内无数次的填写申诉表格 几十次的打便民服务热线直到深夜 但是只得到了申诉未通过审核的冰冷回复 他说他的老伴未遭遇坦窗 但是却也无法购买返回北京的车票 陶思亮在文中讽刺的说道 坦窗你真奇妙 你像能施展魔法一样 让无数人无论在何时何地 瞬间动弹不得 却又无需给出理由 他质疑 来自高中低风险地区的防疫政策 竟然都是一个样 这符合国家精准防疫的策略吗 该文艺书引发舆论热烈讨论跟传载 然而这篇文章迅速因违规无法查看 81岁的陶思亮是中共领导人陶助之女 陶助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陶思亮本人也是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 跟洪妙政 面对当局的过度防疫措施 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无法发生的普通群众呢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恒河受访时表示 像陶思亮这一类体制内人士发生释放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中共内部在是否与病毒共存的问题上 存在分歧 他说精英阶层应该已经达成共识了 就是在这样封锁下去是没有好处的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可能代价都太大 所以说会出现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矛盾资讯 动态清零是习近平的政策 不可能很快地转弯 不可能很快地宣布这个政策曾经是错的 或者说现在要改变这个政策 即使在具体措施上有所放松 但是在动态清零这个大方针上 还会抓得很紧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在微博上 对陶思亮的文章做出了回复 他说北京市应在制定跟遵守人员流动的规则方面 做得更加规范 现在形成了一种在进反经问题上很不确定的印象 这不利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 也不利于他的形象 无独有偶的被中国网名称为大五毛的网络写手周小平 同一天也在微博发帖 质疑当局严苛的动态清零政策 他说现在最直观的情况就是 你去了一趟一级最重的美国 只需要隔离七天就能够回家 你去一趟一级相对轻的边疆 封空七十天都未必能够回家 这是在防疫还是在化水 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周小平随后表示 微博官方擅自删除了他这一篇帖文 旅美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 至少从目前的舆论风向可以看出 对动态清零政策不满的受众已经扩大到体制内 他说不排除中国官方利用这些人来制造舆论 为了放松防疫来做铺垫 但是陶思亮跟周小平的发言都被删除 表明了这种可能性不大 根据路透社日前报道 11月4号已经卸任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透露 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很快将有实质性的改变 就在外界乐观认为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即将迎来松动之际 中国官方给了一记当头棒喝 在11月5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疾控局船房司二级巡视员互相表示 中国将坚持动态清零总防征不动摇 观众朋友您好 现在您收看的是台湾台 一起来关心台湾发生的重要消息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台湾台并且开启小铃铛 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首先来看立陶宛驻台代表机构立陶宛贸易代表处 于昨天在台湾正式接牌运作 代表处名称并未使用台湾或台北称谓 并以贸易强调代表处的经济功能 以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 而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昨天也公布 台湾将向立陶宛来投资 台湾驻晚代表黄军耀表示 台湾驻晚代表黄军耀表示 台湾驻晚投资金额总计超过1000万欧元 将聚焦于立陶宛建立晶片制造业 综合媒体指出 在延迟近两个月之后 台湾外交部与立陶宛经济创新部 7日同步宣布 立陶宛驻台代表机构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正式接牌运作 代表处名称并未使用台湾或台北称谓 并且以贸易强调代表处的经济功能 以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 立陶宛经创部部长杨莫内特 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驻台贸易代表处 正式运作将可以加强台立双方合作 立陶宛志在成为欧盟科技强国 台立伙伴关系将有助于立陶宛达成此一目标 台湾外交部表示 台湾及立陶宛同为在最前线 对抗威权主义的密切伙伴 不仅共享民主自由等等普世价值 也共同面对 异后复苏以及恶务战争 所带来的各项挑战 在即全国家将国际贸易变为 恫恶威胁他国的工具之际 台立两国携手向前 除了彰显民主伙伴相互扶持之外 更有助于双方共同找寻促进 经济成长的新蓝图 也为全球民主阵营打造 坚实任性的供应链 另外路透社昨天报导 台湾派驻立陶宛代表处 公布台湾将向立陶宛投资 台湾驻宛代表黄军耀说明 投资金额总计超过1000万欧元 将聚焦于立陶宛建立晶片制造业 台湾已经是世界最大半导体供应国 黄军耀说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 将与立陶宛电子业制造商合作 在立陶宛建立半导体技术产能 除了产业合作 黄军耀还透露 台湾也将为立陶宛人设置 超过24个奖学金名额 让立陶宛人接受技术训练 黄军耀强调 这并非交易行为 而是台湾愿意与立陶宛携手合作 在面临独裁强权胁胁迫之际 加强彼此之间的民主供应链的韧性 立陶宛首度投资金额总计1000万欧元 预计会明年初全数投入 此外第一批贷款也会在11月底发出 金额大约900万欧元 立陶宛是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 人口280万 去年11月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置代表处 代表处实质上行同大使馆 此举触怒北京 因而针对中国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采取一连串降级行动 限制贸易往来 施压跨国企业切断与立陶宛之间的合作 好另外来看 中国驻瑞士大使王世廷 警告瑞士不要跟进欧盟脚步 对中国实施制裁 瑞士国会也不应该与台湾强化合作 那么另外 英国国际贸易部主责贸易政策的 傅大臣韩斯 昨天开始访问台湾两天 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 英方必须停止与台湾之间 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 一平新闻网指出 中国驻瑞士大使王世廷 接受六日刊出的新苏黎世报 周日版访问 批评欧盟因新疆人权问题 对北京实施制裁 目的是遏止中国 如果瑞士跟进 让情势失去控制 中瑞关系将受到伤害 去年三月欧盟已新疆维吾尔人 被迫害为由制裁中共官员 这是天安门事件以来 欧盟首次制裁中国 瑞士最高行政机关联邦委员会 正在考虑跟进 针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去年八月底发布报告 谴责中国迫害维吾尔少数民族 王世廷指出 这是一份建立在谎言以及谣言的报告 背后是由美国以及西方反中势力资助 瑞士最近改变对中国人权问题 晋升的做法 批评新疆人权问题 外界盛传瑞士与中国 更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从2018年起陷入僵局 王世廷反驳说 自由贸易协定的本质是经济 不碰人权谈判仍是在进行 日前瑞士国会通过提案 强化与台湾立法院合作 国会议员酝酿在明年初访台 以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对此王世廷说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官方接触 一中政策是中国与其他国家 发展关系的基础 另外路透社报道 英国国际贸易部 主责贸易政策的 副大陈韩斯访台行程 不仅与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 陈正琦共同主持 第25届台英经贸对话 也将觐见台湾总统蔡英文 另外还规划 会晤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沈容金 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 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 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龚明星 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 这是2020年初 全球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与英国首度以实体形式 举行年度双边经贸对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昨天下午在北京的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对于英国中央部会官员 访问台湾展开贸易对话 中方不仅是表达反对立场 也敦促英方应该停止 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 赵立坚也重申 台湾当局必须停止 与外国势力串谋 韩斯办公室声明指出 亲访台湾是英国承诺提升 英台贸易关系的清楚信号 台湾与英国一样 在照章运作的全球贸易体系之中 都是自由公平贸易的捍卫者 韩斯此行是西方国家与台湾之间 最新一波高阶官员互动 中方把外国政府与台湾之间的官室互动 都视为支持台湾独立的举动 另外要来看 日本大阪世博会将在2025年举行 台湾却不能够使用台湾 或者是FORMOSA的名义 只能以民间机构挂名 玉山数位科技诸事会设 招批这根本就是国格矮化 推特上的日本网友 也纷纷替台湾打抱不平说 这算是哪门子的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啊 而另外呢 日本冲城县知事玉成丹尼 近日接受中美专访的时候表示 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绝对不能够允许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而是冲城沦为军事打击目标 综合媒体指出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 台湾一直在尝试突破 国际社会上孤立的处境 台湾贸易中心全额出资 设立日本企业 以民间的角色来参与 2025年大阪世博会 回避中国的压力 报道还称这是一招奇策 然而日本知名文学作家 门田龙将在推特上表示 继台湾在安倍国葬仪式上 被冷落之后 外务大臣林方正 甚至不允许以台湾名义 参加大阪世博会 在野党也批评 日本连在世博会上 都不帮助台湾 今后真的会支持台湾吗 门田龙将指责林方正说 这位只为中国利益工作的外务大臣 还要继续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 到什么时候呢 不少日本网友也批评说 连台湾都不能参加 大阪世博 我也不去吧 还有人说 对台湾安疆仇报 真是太不可置信的日本政府 更有人说 这算哪门子的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呢 另外日本冲绳知事 郁城丹尼近日接受 中美环球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 冲绳经历过极其残酷的战争 民众渴望世界能够持久和平 他直言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绝不能允许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而是冲绳沦为军事打击的目标 他呼吁相关各方以冷静和平的外交方式 展开对话 缓解紧张局势 构筑信任关系 新冠疫情爆发以前 郁城表示 2019年访问冲绳的外国游客数量 大约250万人 其中有24.6%就是来自于中国 他也曾经多次访问中国 首次到访的亚洲城市就是北京 今年是冲绳县 以及福建省地结 好友县省关系25周年 他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 与中国各地特有的交流 好继续来看 日本时隔20年再办国际越舰仪式 首相安田文雄登上雷根号航母 强调美日韩持续军事合作 也承诺未来五年加强日本军事能力 同时因应台湾有事状况 日本防卫省计划几年内 针对琉球群岛开发移动式临时港口 即使没有大规模港湾 各岛屿也能够紧急用战桥连接 万一解放军试图攻击 海上自卫队的舰艇能够随时靠岸 机动性更强 也为台湾东部构筑起一条防御链 东三新闻指出 日向安田文雄登上美国雷根号航母 他在指挥官以及美国驻日大使的陪同之下 参观雷根号内部 甚至登上战机 日本时隔20年再度举办国际越舰仪式 12国18艘舰艇参加 而中二两国并没有出席 面对国际局势动荡不安 也让安田文雄决定要加强日本军力 安田文雄表示 对于四面环海的日本来说 再增加海军舰艇数量 提高飞弹应对能力 改善自卫队人员待遇等等方面 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其实在前一天 安田文雄先是登上日本初云号 以及韩国朝阳号军舰 这次登上雷根号 以强调美日韩三方的军事紧密合作 威慑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表示 最让中国不安的是 我们有盟友也会纳入其他国家 这让中国感到害怕 因为中国意识到 这盟友是他们所没有的 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吓 力道日渐增大 让日本真正感受到 一旦台湾有事 日本就会有事 除了让日本重视 自己的军事防卫能力之坏 也要在允许情况之下协防台湾 为防止中共解放军包围台湾 日本防卫城计划 在琉球群岛开发移动式的临时港口 在紧急情况之下 可以将寨桥浮到海面上连接岛屿 使海上自卫队输送舰在小岛也能靠岸 将军事等等物资送上岛屿 如此一来 更在台湾东部构筑出一条防御岛链 抵挡解放军攻势 面对台海局势不断升温 日本大动作因应 助台海稳定一臂之力 另外彭博社7日刊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学院 全球事务教授兼专栏作家 巴兰斯投书 指出中国犯台的威胁 正在日本治国方略中 引发一场宁静革命 促使日本做好与中国一战的准备 对日本而言 中国以武力占领台湾 将是一场灾难 一旦台湾沦陷 日本新南珠岛恐怕会难以防守 中国可以前置日本的重要贸易路线 在间隔珠岛周边升高施压 并且以其他方式胁迫日本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政府尽可能强烈表态 誓言不会做事 台湾遭到侵犯 最后来看到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与大纪元时报指出 美国在台协会AIT 及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于美东时间11月3日 签署台美发展及人道援助合作了解备忘录 这是继去年美台签署 海巡合作了解备忘录 之后双方达成的另一项合作计划 备忘录包括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以及国合会合作 包含国际发展协助 人道援助 推广参与国际论坛 透过资讯交流合作 全球倡议 另一项MOU了解备忘录 由USAID与国合会合作 强化巴拉圭为中小型的契约发展 第三项MOU则是台美共同提升太平洋地区 应对气候以及灾难的韧性 台湾国合会将捐款美金60万元与太平洋美国基金 台湾外交部吴钊燮表示 透过签署备忘录不仅会加强双边合作 也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他说长期以来 台美在共同致力于民主自由 人权以及法治的基础上 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伙伴关系 他强调近年来台美在贸易安全 海警合作 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 稳步推进 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 在致指中提到 这份谅解备忘录证明 美台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 他推崇台湾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并且赞赏台湾在危难的时期 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